市场频出罕见事件开始变天了吗 那说到这个罕见事件来讲的话呢 其实呢最近来讲的话 这个新闻当中确实是出现了不少 那我们也是一一地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首先呢一个比较罕见的 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就是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佳 他开始减持港交所的股份 而且啊这个是上任以来的首次 那根据权益披露 李小佳是以每股平均价约256.5元 估出65万股 相当于0.05%港交所的股份 套现是超过1.6亿元 那持股量呢是减至0.03%这样的一个水平 这个消息出来了之后 其实也是令到市场感到意外 那如果说这个港交所的行政总裁 李小佳都开始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行动来讲的话 会不会说对于香港 以及这个港交所未来的一个前景来讲的话 大家会出现一定的担忧 会有一些影响吧 因为呢如果我们看李小佳一直来讲 他对港交所的前景都非常有信心的 对对每一次的交易 或是每一次的一些新的市场的动作 比方说发展那个乌冷乌通 还有呢基前并购那个伦敦交易所等等 他也是非常的有信心 但是呢从他指一次的估出的股份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想 第一个呢是他一直来讲 也是他的心经之内 他也不需要什么的option 需要去买 所以呢某一个情度来讲呢 也是他的个人的财务的状态 但是比较不好的一方面呢 你看到他差不多估出他一半 所有现在的持股 对大额 对分额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呢港交所我们会在想明年的时候 应该会比今年好得多 但是为什么他就在最近有一个动作呢 所以呢对市场来讲呢短线 我们应该会多关注港交所的动作是怎么样 还有呢虽然今天他的股价表现没有太差 但是呢中长线呢 会不会真的是有一些公司的消息 比方说发展没有太多的新的方向 或是现在的股值是不是很高呢 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决定 对而且大家会想说 理想家一定会是对未来的港交所的发展 会比我们正常的其他的投资者更清晰 但如果提前有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 会想说未来会不会说释放一些 非常不利于市场的一些消息出现 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因为整体来讲呢 如果真的是有一些快的消息 他也不会那么明显去做一些动作 还有呢港交所他的地位有很大的不同 是他是一个唯一一个交易所在香港 所以呢我相信可能是他制止个人的财务的安排 会比较明显 或是现在的股值对他来说也是比较高 应该是在短线没有太多的动作 今年我们看到动作也挺多 但是呢明年呢可能是一个整体 那个港交所可能也是一个 投一投的等一等的这个阶段 休息一下 对休息一下 所以呢应该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方向 所以呢他会选择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先估出 因为最近港交所的股价也是张得挺多 我觉得所以他有一个安排也是合理的 那既然是合理的 我们看到在股价方面来讲的话 确实也没有体现得出来 这个对于股市呢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那目前港交所的最新报价是255元 目前来讲的话是没有升跌的 那我们也是要继续的关注一下 这个事件未来会怎样的一个发展 那其实呢除了这个港交所的一个事件之外呢 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事情 也是令到大家感到意外 那就是领展 我们看到领展是首次呢 于大中华地区以外啊 是收购物业 以6.8亿澳元相当于36亿多的港元 购入了悉尼市中心一座十层高甲级商煞 净出租总面积呢 是达到了2万8千多平方米 那现实呢是由三个租户租用 租约呢是由2027年至2030年 借满期内每月的净收入约为 2670万澳元 那领展就表示说呢 悉尼是有强劲的租务需求的 带来稳定的收入 资产组合多元也是减低依赖 本港物业的收入来源 领展就强调说啊 本港继续是主要市场 占到整体物业价值70%至75% 同时呢逐步考虑投资于内地及海外 以发展市场 包括澳洲新加坡 日本及英国等 内地最多占比是达到20% 海外的一个占比是达到10% 那按照类比来划分的话 是以零售为主 办公室占比呢是增至约两成 看到领展新的一个举动来讲的话 可以说市场也是认为 这样的举动是非常罕见的 那KK应该如何解读这个罕见的行为呢 那个是以前跟以前很大不同 也是说领展在开启的时候 也是从香港的物业 也是政府的那个资产去开始 所以那个行动 但是我觉得对领展来讲 也是一个市场应该是会想得到 它会做一些海外的投资 因为之前它也是发展在内地 一些的市场 也是一些商业的那些资产 虽然是跟香港的有些不同 但是我们会在想 如果是它需要平衡 他们现在的资产的组合 一些比较稳定的 应该是说冒的风险比较低 租金的回报是理想的 它也是会选择一些成熟的市场 我们看到长河它会到澳大利亚 也会到英国 所以领展做那个行动 我觉得某一个程度上来讲 算是很惊奇 因为我们没有想过 它会到香港或是内地以外的 但是从投资的方向去做 我觉得也是疫情境内 所以整体我觉得 对他们未来稳定的派息分红 或是对他们未来 放上去投资其他的国家 我觉得应该是在未来 会看见他们有上一次的行动会出现 其实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 无论是本港的问题 还是整个环球经济都不太稳定的时候 好像说你可以把自己的资产 分摊一下的话 就像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它可能会规避一些风险 那从股价方面来讲的话 领展今天是上涨2.28% 最新的报价是80块7 也是反映了投资者 对于它这个举动来讲的话 是比较看好的 那其实也是很想问一下 KK我们知道其实领展这一支 非常坚挺的 曾经在港股当中非常亮眼的一支个股 它其实已经随着这段时间 回落到了一个底部的位置 那现在有利好的消息出来 我们值不值得去追入呢 现在的利好的消息 我觉得也没有对它的盈利 或是每个计政单会分红的情况 有很大的改善 我们只是在现在 一个是好消息 也是会在想它在未来 有会有几方面的侧落会做 所以我觉得消息不会期许的 拉升它的股价 反过来我们可以多关注 它们在未来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是不是第一步它们会做 因为我觉得它在未来 会期许的做的话 应该是中长线 我们要看它的拍戏率 去看它的价钱去买 因为现在它的股值来讲 它每一年的分红大概也是2.5个8 也没多3个8那个水平 所以我觉得也是偏低 所以如果是现价去追入呢 我觉得价钱好是不是利好 反过来如果它的基金单会 到那个75或是40块左右 我觉得它的拍戏率差不多有3.8左右 我觉得才是一个适合那个价钱 因为我们也是要去看美国 现在他们也不需要检视 顺利来讲它的股值的情况 也没有太过理想 除非它会在未来会回扣 或顺利到它每个基金单会的价钱 会有一个拉升 如果这样子呢 我就会在比较高的位置去追入 如果不是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是现在等一等 所以说虽然说这个领展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以往都是港股当中 非常亮丽和坚挺的个股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 无论是从西率方面 还是从它的这个股值方面 好像都不具备一个 很吸引的一个力量 所以大家可能也是要继续再等一等 我们就知道两个股值方面的 也论是说 有没有问题 我们 next